Jason先跟我們說說市況 今天市場很波動 大家都以為谷底反彈 說全國家隊入市 一信就即逝 市建議晚九現在又落回去 如果你這樣看市況 其實危機是否未解除呢 今早這些所謂的彈指 不過是純粹是超跌反彈呢 其實看到市近期的確很波動 首先大家當然是繼續關注 美國10期債息這個問題 繼續反覆上升形態 我想暫時來說都不變 只是今天來說亞洲區時間 其實稍微有些回軟 所以再加上 今早10點前 內地是跌91點 然後突然間狂飆上來 當然有很多傳聞 但當然現時又沒有人 找到到底堅定樓 但現時這一刻 內地股市臨收市前又跌回五十幾點 所以整個超跌後反彈 其實是比較明顯的 而一些傳統類股份 其實今天在科技股反彈的時候 也變成傳統和新能源 或者新興產業不能共存 當科技股反彈的時候 他們也被劈下去 所以其實市場近來會比較波動 其實企穩 我想暫時未有這麼快 這一刻是可以完結 只是你說接下來大型波動 我想絕對是不能缺乏 現在來說 除了你說即使 隔夜就看著債息和納子表現 即使可能都要看著內地 因為內地如果表現良好 或者是開始有反彈做得好 其實北水才會更加願意投放其他地方 如果連自己的地方在炒 每天都跌八九十點下去 就算你說北水也會偏向流走 所以現在來說 除了看著債息 也要看內地股市可否成功企運 所謂的國家隊資金入市 沒有人會交到的答案 國家也不會回復 但板塊下午仍然是強勢車股 吉里亞長期說起都出了二月份的銷售數據 詐欄看是很厲害的 間間的按鈴增幅都是賠一賠聲 但大家都說 因為二月份疫情的基數效應 所以造就的數字是變得好 Jason 你覺得 究竟那些車股是否真的復活 去年基數差 今年起碼會有增長 其實就這樣看基數增長 其實按年增長比 真的相當誇張 就算你看看比亞迪或吉里 其實大部分的車股 二月份的銷量基本上賠升 但是看一月份 其實全部都減一半出來 因為今年二月份 又是農曆新年價 和往年方面 亦只是退了一個月 再加上去年二月份 內地方面已經開始疫情問題 所以其實銷量 上年二月是比較差 所以在基數的情況下 其實出來的數字 其實有一個比較好 或者大的表現 其實在所難免 但大家如果看 可能看實際銷售車的情況 到底是那個增速 到底那個改變性如何